新书快报 在美国历史上 曾经有一个总统 他的名字叫做泰迪·罗斯福 他很喜欢装 他装什么 明明他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 却刻意的塑造自己另外一种形象 比如说很阳刚 果决 又亲切 他为什么要装呢 因为当时的民众 有一种很特别的特质 这个特质塑造了美国特有的文化 也影响到现在 那新书快报呢 今天要为您介绍一本书 就在讲这个特质 讲反制 反对知识 或反对知识分子的反制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美国的反制传统 为您请到了说书人吕维正 来介绍这本书 维正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可以先介绍一下 这个总统泰迪·罗斯福 他大概是什么样的压力 他必须要这样假装一下 其实讲到美国泰迪·罗斯福总统 一般台湾人可能不太熟悉 但是如果说你有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博物馆惊魂夜》的话 那你可能会记得里面这个罗宾威廉斯这个美国演员 他曾经在这个电影里演过一个美国总统的角色 就是骑在马上面嘛 那那个角色就是泰迪·罗斯福 这个角色在电影里面是很睿智 很有智慧的人 给了这个电影的主角很多劝告跟帮忙 为什么他看起来明明是很有智慧的人 可是却要装着一副 一个骑马牛仔 好像很粗犯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美国当时的一个政治的环境 就是说人民基本上是很讨厌一个看起来念很多书 很了不起很会思考的人 他们就会觉得说政治是民主政治 掌握在人民手中 那如果说今天这个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都是一些很有学问 比我还厉害的人 那岂不是变成我的权力就会被这些人抢走吗 所以说泰迪·罗斯福就只好装着一副 好像没什么知识的样子 不然的话民众不会信任他 在这个美国的反制传统这本书里头 其实常用一个词来形容那些民众对知识分子的想法 他们用了娘娘腔 所以我想这个泰迪·罗斯福是没有办法 他一定要假装出另外一种形象 迎合民众的需求 其实美国总统现在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川普 他也有一些形象 我觉得跟这本书美国的反制传统 这反制这两个字应该也是有关联的吧 对其实呢 其实这个川普总统当选 我们现在看来就可以说是 这个原书的作者在55年前就有这样的预言 而且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明明是1963年 就已经原文就把它写完了 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有台湾的综艺本 而且呢在美国也好像重新开始被大家拿起来看说 这本书好有趣哦 居然可以预言川普当选 大家还记得吗 他曾经讲过说 我要把这个华盛顿这一窝烂池子沼泽的水放干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觉得现在华盛顿那群美国政客就是那种 不是为了民众利益着想 就全都是满肚子坏水的那种所谓有知识的人在搞一些事情 就会把美国搞得很糟 所以他要出来当选把那些人全部赶走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思考的脉络就跟这本书里所讲的情况是一样的 就是基本上的民众就是会有一个天生会去恐惧害怕 比他有知识的知识分子 或者是那些专家去主导美国政局的发展 他们害怕这件事情 所以当川普登高一呼的时候 他们就会投票支持他 在这个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一个背景 因为美国两百多年了 那么有新教徒也有西部的拓荒者 那有一段时间他们这个讨生活是非常辛苦的 那因为那个他们要过活 所以对于知识或知识分子其实并不那么渴求 那其中有讲到一段宗教的故事超有趣的 讲到那个福音教派的崛起 这个福音教派的崛起就跟反制有关系 能不能谈谈当时到底生活情况是怎么样 为什么这种福音教派可以崛起呢 因为美国其实是一个移民社会 他最早就是欧洲很多那种很穷困的人民 想要到一个新大陆去寻找他们自己的一个新的天堂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当初到了美国 那个生活一定是很困苦的 因为都是从零开始 既然连活着都成问题 应该平常没有什么时间去 那个送小孩去念书嘛 所以平均来讲 大家这个其实知识水平也都蛮低的 你大概只会懂一些怎么样生活的一些技能而已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牧师他们想要来给这些人传教的话 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 你跟他讲那些很高深的那些传统的教义 这些美国民众他们既然不想听也听不懂 所以到后来这些福音派的牧师 他们就觉得说 既然如此我也不需要讲教义了 我就用一个所谓心灵体验的方式 让大家去了解这个上帝耶稣是多么的美好 然后在生活中是怎么样帮助了困苦的人们度过难关 对于没念书的人来说 我自己体验嘛 我觉得上帝眷顾我 然后我爱上帝啊这样哈雷路亚 好了好了这样就OK了 宿主感情的这种福音教派 其实我们在很多戏里面都看过 甚至上次还有新闻说 有那种牧师是抓一只大蛇 在正道的 就被那个蛇咬伤了 这是美国的反制传统 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的一个背景 不过因为那个反制传统 我觉得如果要放在 美国这两百多年的历史上来看的话 应该也不是就从头到尾都那个样子 有兴起或衰败 那要不要讲讲 大概是什么样的社会或经济的因素 可能会增强或削弱他们反制的传统呢 这边就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大家可能听过 1950年美国曾经发生一个 这个麦卡锡主义的风暴 那个因为那个时候 正好是二次大战战后 那这个全球这个共产主义兴起 然后当时呢 美国有个参议员麦卡锡 他掀起了一个有点可怕的风潮 就是说你不同意我的意见的话 我就说你是共产党 或者是你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其实是一种言论控制 跟一点白色恐怖 就是从某种角度来讲 这个思维就是一种反制 就是我不管你讲什么 你不同意我 你就是共产党 那可是这样的一个反制风潮 在美国闹了好几年 最后呢突然之间就有点开始消失了 为什么呢 因为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 这件事把美国人吓到了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人觉得说 我们是全世界最强大科技最先进的国家 居然被苏联抢先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 所以大家就开始思考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多重视一些求学问的事情 赶快把科技啊大力的进步一下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这种反制的风潮就瞬间就停住了 没有想到害怕共产党啊 或者是被人家先抢先科技发展 都有可能会造成这反制传统的新跟衰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美国的反制传统 我想我们让这个55年前的这本经典书 来解释这几年的民粹主义 应该也是可以对照的吧 虽然说作者讲的是美国的反制传统 但是事实上反制这个行为啊 在人类的社会中一直都存在的 我们就拿这几年全球各国这种 那个民主政治选出来的这个结果来看就知道 其实不仅仅是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啊 还有像这个欧洲啊 这几年来为了中东很多这个难民啊 不断的涌入嘛 影响了他们的生活造成了一些不安 政治人物没有办法把难民的问题处理好 所以各国在选举上就开始反映出来 我们不要难民甚至不要移民 这种蛮不人道的一个思维 当然你可以说从这个一般老百姓的角度来看 是因为难民影响了我的生活是没错 可是你就把他们统统踢回去海里面 那他们的生死就没有人来顾了 这种很不人道的想法 是不是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一种反制 他就是你不想去解决这个问题 只想把它推出去就好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人类一个共通的现象 其实有时候碰到事情比较复杂的时候 你会希望说直接用最简单的方式处理它就好 希望不要想那么多 但是如果是一个知识分子 他可能就会反思 然后多次的推敲去找其中可能比较好的方法 这也是我们一般人其实就有反制的倾向 先为听我们朋友介绍的这本书呢 叫做美国的反制传统 非常谢谢说书人吕维正来为我们介绍这本书 谢谢维正 谢谢大家 欢迎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新书快报